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任何经营管理部门的工作 在台积电奉献三十多年 八十六岁的张周谋宣布退休 明年六月交放要把时间留给自己和家人 我会重启我的桥牌的桥赛的兴趣 我事实上现在最近已经 差不多音乐打两次桥牌了 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 我是好几年一次桥牌都没打 退休规划还包括写字传和家人旅游 也许也跟我的部分的家庭 是坐飞机到欧洲了 美国了 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 在全球市场抛出一颗退休震撼弹 张周谋依旧有好心情 有山玩水原来是认定了 奉献半导体三十多年 张周谋决定将退休生活 全心全意归款给家庭 原来叱咤全球市场的半导体教父 私底下是个浪漫才子 七十岁那年 迎娶小他十三岁的张淑芬 两人结婚至今十六年 感情始终甜蜜蜜 张周谋还曾经公开赛恩爱 上礼拜周末是一个长的周末 四天嘛 我差不多每分钟都在一起了 在我们外面的公园散步了 他完全控制我的饭 我是一点都不挑的了 我是就是菜肉 今年年初 抢的东西吃吧 怎么说 没有啦 那个 我的小孩是去年才搬回台湾来的 所以呢 他们不住在一起 那他们 我们每个礼拜会见几次面 那我们会在一起吃饭 那最好玩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 我先生大概这一辈子 没有人跟他抢东西吃 我的孙子一个 一个十一岁 一个七岁 他们吃东西吃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会把东西啊 他们会把东西就一直拿 一直一直拿 那只剩一两块 所以我先生就 盯着他还不会讲什么 因为他不晓得 这种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所以我是觉得蛮好玩 那另外一个让我很感动 很温馨的是 我不会游泳 我最近才在学游泳 那我那个大孙女儿呢 是十一岁在美国学校的游泳队里面 所以他在看我在水里面 在那边抓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婆婆 他就告诉我 就站着姿势 那他很漂亮 站着姿势去手摆摇摆脚摆 那时候那个当下我就觉得 哇 那是一种他对你的一个关怀吧 OK 这种东西是很特别一种感觉 我会提倡笑道 我想你们要是媒体会发现 我差不多有四年 没有 我没有主动上媒体 因为 因为是 我是觉得台积电 我们一直在做 我们这样做就好了 长期的做 可是我是觉得 我们做到独居 我现在已经把台湾的独居老人 每个地方都有点的时候 我觉得 你只是做的时候是不够 是因为 像我的那个 我们家的那个小李 他有一天跟我请假 他说我要请假 我说你去哪 他说他要去替他的长官送 送中这样子 我回来我问他 我问你怎么样 他说蛮悲伤的 他说 这个老长官呢 在生病的时候 都是这些学生去看他 他的小孩都不来的 可是这在送账的时候 要分财产的时候 这些人都出来了 所以这种东西的感触 那 就是一点一滴的这种东西 是觉得家庭伦理变淡了 并不是没有变淡了 那我是觉得从现在的小孩的都是 我们都在孝顺小孩 不是小孩 教小孩孝顺父母亲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出来教人家怎么做 那我觉得应该从教育开始 因为这个原因 我就出来请教育部帮忙 那我也就是那一次在五月多的时候 我就三四月多吧 我就出来请媒体帮这个忙 说我们用你们的力量 用大家的力量 我们来改变社会上 重视家庭伦理多一点 那那个校道从学校开始教 那我觉得很硬切很好 就是我们开起社会 我也很感动 有些校长就说 他们接到通知 说要做校道在教科书里面的时候 校长很激动 就是说教育部 我们的长官怎么会有这种思想 所以他们开会的时候 就跟我讲原来是你来的 他们说他们一直想做 可是他们没有放到教肛里面去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起心动念 要是我们真的你们的帮忙 我们能让唤起一些家庭伦理高一点的话 我是觉得社会会最少感动一些人吧 所以这是我的那个理想 我已经七十几岁了 没有什么 我想要是我比较年轻的话 就是我想第一应该感谢妈妈的遗传吧 那事实上我真的没有心眼 我是很快乐的那种人 那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生活很正常 吃东西会挑一点点食 可是我就是开心嘛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心无关